Ayo 流士忌 天天的不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来看 雅美尼亚人对上孟加拉人 这一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看一下 左下角大约7点钟方向 出身点位 是红色的雅美尼亚人 玩家是希拓 那雅美尼亚人呢 他的罗车造价比较便宜 而且每点次 把目技术 挖金挖石技术 都有40%的加成 所以雅美尼亚人 算是一个类波兰文明 经济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文明 那雅美尼亚人呢 第一个长花教堂 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圣物 所以阿拉伯来说 只有5个圣物 有雅美尼亚人在的情况下 就是6个圣物起跳 如果两边都是雅美尼亚 就是7个 那雅美尼亚人的生旅科技 是全满的 所以他后期打生旅战 也是非常强势 那他的弓兵路线呢 虽然是有三级射三级防 但是没有拇指环 对射的时候可能会射输 那雅美尼亚人的步兵呢 算是阻力哦 这个白血剑勇 算是后期的大阻力 前期还是要多靠 工兵跟起兵路线 去做个搭配组合 会比较适合 或是生旅路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孟佳人 孟佳人是YO 出生点位大约2点同方向 那孟佳人呢 每升级一代史都会获得 每个城市中心 会获得两个村民 这个村民呢 可以让他领先时代史非常夸张 城堡时代盖5个城镇中心 地龙时代直接给你10次额外的村民 所以他的科技路线 会跟村民跟僧侣比较有关 这个大臣佛教呢 算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科技 他可以让僧侣呢 跟村民减少15%的人口 那他的这个僧侣科技呢 只有一个缺点喔 只有一端协说没有 但是以僧侣战互打的情况下 孟佳人算是偏劣势的 那孟佳人呢 他的步兵固线喔 算是可以用 算是堪用 没有这个三级的步兵铠甲 极兵还是能用 强奴部分的话 没有拇指环 稍微弱了一些 最好还是走这个孟佳人的相公路线喔 这个派科技呢 可以让相兵喔 攻击速度增加20%攻速 所以他走毛相夫 或是相公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前期的孟佳人还是要靠清奇兵喔 多加以进攻喔 清奇兵打毛兵还有加2点的伤害 作为侦察或是压制的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打法选择喔 那现在看到两边都准备要来升级的样子 欸 结果雅美尼亚人 这边怪怪的喔 还没点封建 就点下枪兵了 那雅美尼亚人呢 也是四季帝国里面喔 唯一一个可以在黑暗时代喔 按枪兵的文明喔 枪兵这个单位喔 要到封建时代才可以用 那雅美尼亚人可以提前一个时代喔 用下一个时代的 这个单位喔 步兵 步兵单位 所以呢 他可以在封建时代时候 就点下重装长枪兵喔 城堡时代就有大吉兵了 所以雅美尼亚人这个特性喔 如果人家以利用的话 可以打出一些不错的节奏 好那这边枪兵过来三支 但是歪欧并没有什么太害怕的感觉 因为枪兵三点伤害喔 点下支部的话 引多打个两滴 好这边直接一个前压均营 那西头这边应该有看到 但这边升级已经慢了 前面按这些枪兵的关系 让自己升级落后非常多 黑暗三枪兵 这个是不是要把自己搞死人呢 好 YO前置军营跟射箭厂 然后插下了箭塔 看下雷空墓区了 前期的墓区看起来只有两片喔 后面的话还有一个 较偏远一点 好 正面的部分围好 康兵过来杀老 好 走村 YO这边被迫 被迫 死西头这边被迫拉村走到后面 继续伐木 那YO这边呢是有稍微 继续做防守箭塔的动作 盖了一个房子 想要把这个亮王塔 守住 好 那亚密尼亚人 要赶快补箭塔 跟挖石头 好这边石头在挖 那这个箭塔能够补起来吗 YO这边补到四个人挖石 石头开始稳定起来 现在开局挖的人太少 所以他没有办法插个连环塔 好这边烧完之后 先稳定石头区域 这边又被插了一根箭塔的话 这里要马上补一根亮王塔 会比较好 好但是西头这里已经有一根石头了 好 YO果然是补了一根亮王塔 西头也在原地起了一根 这里有点偏高地喔 高地亮王塔 打平地亮王塔 好这个亮王塔盖好 最射一下 好这边可以看到 高地射的伤害比较高 两边的血量比较一下 就可以知道高地剑塔跟低地剑塔 这个伤害值是有点差距的 这里要小心 小心这里有点危险 好 YO这边是没有打算修理剑塔 直接放进 后面的亮王塔 后面放出来继续工作 下面暂时没事 这里可以直接围到底 好但这些毛病虽然太多 西脱这边要赶快继续补毛病会比较好 好直接在后面又补了一个剑塔 这个位置很刁钻喔 直接空你这个挖法木的村民 虽然设不到你的剑塔 但能空到你挖木头的村民就行 那下面这边千万不能再被空了 这里要找个办法 想个办法去把下面这个地区给守住 上面这里有房子挡住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拉村民直接过去守司亮王塔 好 YO在下面补了一根新的哨战 看一下这附近的状况 给我上面这里挖死了村民 被毛病控住 这里村民要第一房子逃入了吗 结果直接被射死一村 毛病过来救一下 YO补下了一几射 剩下射程 好前期YO 四只村民塔工吸托黑暗三枪兵 这个发展过程喔 看起来是吸托有点有优势啊 结果塔工那一方经济现在变得不是很好 结果三只工兵抓到四只村民想要去往前盖 好直接死了三村 第四村也逃不掉了 因为弓箭手的移动速度比村民还要快了 0.96 那轮走跟手吹之后 村民才有可能逃得了 这个工兵的射程 好轮走技术也补了下去 快要补了轮走 工兵已经赚了 三只工兵射掉了四村 跑速变0.88 手推车补下去才有可能逃得掉 结果这里有个洞 好看到了 希托看到 好这关键卡还是想要盖起来 目前YO知道 这是你最后一根 最后一个木区 如果希托是直接挖出一根城堡 快要来打宝兵了 顺便把这个城堡盖起来 把这个木区拿回来 这个箭塔一定会被城堡射掉 OK 那原地开个罗车吧 反正这个箭塔很快就被城堡射掉了 好下面果然被插箭塔 顺便直接把村民拉走 好 YL这边升城堡时代 还有点下了品种 好现在希托的骑士已经在外面 先斜晃一下 还是没有抓到任何的村民 好先来侦查一下YL家里的地形 YL家里的地形其实还算可以围的 但是他没有打算围架 好点下了二级色 这里赶快开TC吧 用TC去防守会更有用一点 这个时间点再围架的话 其实有点不太必要了 好复合关键手遇到战毛兵 两边都可以互相伤害 但是战毛兵拥有七点射程 复合关键手只有六点射程 所以这一点 YL可以利用自己射程优势 进行的优患 好这边打一打 有点受伤 必须说这边转出了投石车 投石车砸战毛兵 就会舒服一些 好这边战毛兵过来拦截骑士 骑士没有马凯实在太薄弱了 好投石车转出来 射箭厂跟军营 这两个惨人没有继续延续下去 现在吸托的打法是转弓箭手 这边是转僧侣 还有一些战毛兵的防守 开农路线 城堡部分 并没有继续往前压制 这有点稍微可惜一点 但这个位置其实也很不错 可以空到这个附近 如果城堡挖出来 没有办法对敌人造成极大伤害的话 这集时代弱势的情况很容易被滚雪球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三只射手过来 娃娃拉村拉得非常快 后面三只枪被一直在追骑士 好那这边挖矿村民不能过去挖矿了 可以放到别的地方 可以再补个TC吗 这里可以考虑补一下 我是补这个位置 好决定补下面 好四只弓箭手 好在后面持续骚扰 好这根城堡建好 证命的部分暂时没问题 好生物没有捡到 直接被娃娃可以收掉 娃娃这边还在努力找生物 好娃娃补补下了修道院的生驴 两只继续带来生物 那现在吸托的话是3TC 慢慢浓 3TC引进浓了起来 城镇中心慢慢往左边开 右边这根箭塔还要找个机会去拆一下 好这里有三台投石车了 要来手撕这根箭塔也没问题 先把箭塔清理掉吧 待会这根箭塔也要找个机会 好下方这边打野村民 再发呆了 看要不要去挖个石头 好几股YO点下救赎思想 直接一个低打高砸死的生驴 生驴想要着想 结果没有成功 直接被投石车给反击回去 雅米尼亚人吸戳着投车 造成了极大伤害 但是直接撞到了城堡 完蛋这三台投石车 可能三台都要倒地 尴尬了 吸托这波有点小小的失误 好那YO目前还是走工兵路线 还没有转骑兵出来 这个战斗祭司尴尬了 躲掉 那战斗祭司是可以减生物的 但是他不能着想 好YO这边太狠 虽然连赎罪思想也点 让连敌方圣旅也可以着想 但是YO要面临的是 亚美尼亚的轻骑兵 直接拿下 OK YO目前的状况是要想办法 稳定起自己的经济 跟主力部队 那现在这个主力部队的话 可能要转强弩 或者是要转这个相公 会比较适合 给孟加拉人这个属性来讲 还要打大象的话 可能也会有点吃力 变成有点追不太到 虽然孟加拉人有三相之力 抗招响和耳挖之伤 还有增加攻速的效果 但是他的大象 还是有点难以抑 一副 对方的亚美尼亚人的枪兵大军 所以走相公路线 说不定是对YO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现在走相公的话 就意味着 待会升帝王会很难升 那现在暂时要守住的话 可能还是要靠大量的战毛兵 去稍微挡一下 或是按个几只大象 去保护战毛兵 会比较适合 但是如果按大象的话 升时代又会变得更慢一些 这时候西脱 早就已经点下帝王时代 YO现在心如 焦粉 这里没有办法 这个ROAD有点太慢了 而且黄金也不太够 升帝王时代 这里要尽肯的省支援吗 结果还按了两只生驴 复合弓箭手 直接反击战毛兵 战毛兵倒了两只 这边弓兵 想要去射枪兵 但枪兵全部逃掉了 好 西脱点下二级马凯 来 YO这里生驴继续按 帝王时代 还有一两百的时间 时间差距越打越大 这一坨兵真的战时解不掉 好 这里一个多线 落马 吸引刀回来 送掉了 这一部分 使就生驴着想 战斗祭司过去 直接爆打一下生驴 一只 雅明亚的复合弓箭手被着想 好 完全无所谓 这复合弓箭手太便宜了 雖然也没到便宜到哪里去 但以骑士的造价来讲 复合弓算是蛮便宜的单位了 好 好 这里战斗祭司稍微骚扰 复合弓再次被着想 好 应该是能解决得掉 那 孟加阿伦的天生双三纺的效果 对亚麦尼亚人来说 也是比较好打一点的 最近人家可以无视对方装甲 进行攻击 穿甲弓箭手 好 城堡补下 这个城堂中心只能撤走了 上方的路线看起来还是比较好打的 上面的防线并没有太多东西 只有这边这根城堡能稍微守住 玩过这边要守住的话 可能在右侧这个地方要再补一根城堡 让这两个城堡进行一个很好的防线 别人如果一直从上面进攻的话 自己下方的话再稍微围一下 会比较好防守一些 但是现在后方已经被绕进了情况 现在要先想办法挡住正面了 但是对方已经升到帝王十代 三级射也都有了 二级射 三级射化学还没有补而已 还有精锐升级 好化学马上补下 自己帝王十代还有一分半 哇哟这个雪球被滚的有点惨 前期的四村塔弓 感觉迎来了不好的结果 这个资源量已经差距四千分数了 四千多的资源 他去换成肉马的话 三四十字的肉马 直接A在脸上 这个是因为这场人也受不了的 亚米尼亚的肉马做出到了非常大的功用 雖然亚米尼亚的起命路线只有二级马凯 但是打赞毛兵还是绰绰有余 好 这一波交换之后 Y.O 支援量有些不太够 木头有点爆量 但还好下方的复合弓 还是用战毛兵守住了 现在要转大象的话 还需要一点时间 正面又有更多肉马 开始往前推 直接正面开吃战毛兵 好 结果Y.O正前方的城堡 已经被吸脱的巨头给拆掉了 四台巨头拆得很开心 后面再继续一个多线 直接先面补一根城堡 吸脱弦后夹攻 Y.O苦不堪眼 糟糕了 Y.O 看到复合弓加弱马的搭配组合这么强大 我想要练新闻名的玩家 所以这个影片可以让大家参考 弱马配复合弓 确实这个组合很狠 枪兵战毛都能打 好 这时候Y.O打出了GG 我们恭喜吸脱拿下比赛的胜利 Y.O前期的四根村民插塔 这个插塔的防守反击 吸脱也是打得很漂亮 很酸戀的使用剑塔去防守回去 升到城堡时代 直接挖出一根城堡 把这个城堡被控制的资源给插回去 看起来吸脱的节奏也是打得很不错 3TC继续回农 然后打出自己的复合弓跟弱马的策略 同时有机动系 正面的话也打得赢 这算是一个亚美尼亚的不错的策略 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 忽然是由亚美尼亚人拿下资源上升力 四个生物都是亚美尼亚人的 军事来到了比较大一点 1.54KD 只能说亚美尼亚人的经济 到后期是真的蛮夸张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不要下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 各位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